I love you all 你真的很令人犯罪 作為一個偶像派的專業教練 有時是要踏脫一下粉絲的支持 那你也不能在大庭廣眾那裡說 I love you all 搞到我飯也吃不下 其實正式的羽毛球比賽開始的時候 裁判都會說一句 Love all play Love的意思就是零 Love all就是零比零 所以大庭廣眾說也不是那麼難接受 聽到沒有?不要再亂說了 教練,他經常說我單打 但我們女生打球一定不會有那麼大力 那我豈不是輸 其實大力就不代表一定會贏 打羽毛球我們很講求策略 有時是大力,有時是勢力 這樣才可以有效地令對手跑來跑去 如果我想跟隊友說戰術 又不想讓對手聽到 又有什麼方法呢? 那你可以像打排球一樣 開球之前在背部給手勢隊友 告訴他聽你開的位置 讓你的隊友有所準備 那你們知不知道施善員用兩隻手掩著眼 去代表什麼意思? 好像我這樣,沒眼看你 是有沙入眼而已 其實施善員就要示意給主裁判看 他是看不到落點 而主裁判就會判斷 看那個球要不需要再重新發球 作為一個全面的教練 打羽毛球這些,輕鬆吧 其實都不輕鬆的 因為在羽毛球比賽中 球速很快 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判斷對方擊球的落點 然後做出反應 而且羽毛球很考慮你的體能和協調性 還要不停地前後跑動 速度還要很快 跑來跑去就流很多汗 補充一些電解質 飲品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要教大家調球 調球是一個上手的擊球技術 目的就是要移動對手去往前 調球的球速會比較慢 而且落點會比較接近往前 所以我們擊球的時候要收一收力 接下來就教大家殺球 是一個上手的攻擊動作 目的就是要主動得分 那殺球的動作就是好像釣球一樣 不過力量比釣球大很多 以及擊球點會比高遠球前一點 和低一點 那就有效地把球向前壓下去 那殺球的時候可以借身體的力量 把球向下壓 對手的動作就是要做 上了幾課 學了這麼多東西 讓我考考這條問題 究竟一個羽毛球有多少條毛呢 作為一個專業教練 不用數 我都知道是十六條 對了 好了 那我們考考你一條 關於健康飲食的小知識 那我們做運動之前 建議吃些甚麼的小食 我知道 是一些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沒錯 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可以令到我們的血糖保持平穩 在運動的時候 持續為我們身體提供能量 如果大家想挑戰更多 有關於羽毛球的小知識 以及一些健康飲食的小知識 可以一起去掃這個QR Code